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加入鲜嫩多汁的乳肉碎 这磨中间的蓬松面皮孔隙 就是把猪皮的油香及乳肉汁吸得满满的 一口咬下 面香及肉纤味满意 简直是入口就烤醉了 大厨师讲究的做法 用的是陕西的过登小麦 因为日照足 面粉含量高 筋道够 加入刚刚好的水盐面粉 多了少了都会影响咬劲不足够 这你们知道的 此外还得发酵两次 这足够的二氧化碳是人怕怕会缺氧 但是这磨可开心了 这才能把磨饼骨底蓬松蓬松 布满吸收乳质的孔隙 猪肉身上有这个骚味 把这个血水冲掉了之后 它就没有骚味 它煮出来就是香味 这白吉摩的老搭档可挑剔咯 这辣汁肉用的是肥瘦比例正好的猪前腿 用火水冲几四小时 赤瓶桑胃 放乳水慢煮 秘诀来了 在关键的辣汁乳水 一般人用砂糖来上色 但是糖椒了会带来点苦味 大师灵机一动 用十二种草料材之外 再加上这酥骨片 上色增香兼具 卤出来的肉又香烟亮 色泽诱人 讲究这么多 美味让老外都无法抗拒 现在各位知道了 这肉夹馍入选非营 很有道理了吧 好 接下来换个口感 尝弯了厚实的肉夹馍 来到清凉又带绝的 黄嫩凉鱼 羊皮是广广的滑滑的 就是很糯也很劲道 就适合口感它们的需求 油料亮滑嫩嫩的米皮 顺手一抓 滑进香辣青岭红油里 红通通的香油 润在细嫩的皮上 纯白的米皮顺势成了鲜橘色 简单用一把葱 不错豆芽菜 啥肉也没有 也可以卖得下下叫 吕老板看来有点闪神 不管生意 因为他的力气都花在了一早选料这设计上了 找辣子找当季的优质鲜米 用当地甘甜的清凌香泉水 才能有着无法比拟的口感 更要每天亲自做一回 把米跟水配出完美比例 再让师父们一样发葫芦 白头的米浆均匀的上蒸盘 蒸完之后米香满意 清香又温暖的涌进 青糖里 这是全世界都会为之倾倒的味道 阿咪简直已经出现了 一转身躺倒在米皮上的画面 就像躺在白白凉凉的棉花糖上 在一点蓬蓬材质儿却又柔软 阿咪很快的就进入梦乡了 重点到底是美食还是美梦啊 回到雪华藤阳的勤震凉皮 吕老板用上像是绿胡冲的玄铁刀 15公斤的冲大刀 一来一回切出晶莹透白的米皮 不用粘料 简直就想直接冲冲有多藤牙 最后粘上独门蜜质的红油 美味爆发 入口满腔的米清香 辣油香也不用大鱼大肉了 老顾客每日包到打卡就知道 简单的纯白米皮及蜜质红油 好材料配上老师傅纯手工 就足够诱人了 上门过来 所以过来 用门打电话说叫小道 没打错事后 不可以下去 满桌鱼肉要是少了米面 就像永远没吃饱 套客人生顿时黑白 眼神失去了光彩 生命失去了活 来来来 咱们左手用夹膜 右手夹凉皮 人生好圆满 这两样放一起眼大吗 管她的 先吃再说啦 我们下车水平均 我下车水平均 咱们下车水平均 就备来 国粮子 我们下车水平均 我们下车水平均 经与